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忙碌 要关心的事也多得目不暇及 然而在科技的进步之下 我们只要使用一只手机 即使在工作时 也可以轻松直接看到你想关注的人事物哦 我希望我们核顺数位科技的产品 带给客户的其实是一个安全感 因为我们所安装的产品 跟它的安全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们算是落电系统整合商 包含监控 门禁 对讲 然后还有电话跟网络 还有含现在时下最热门的 无线智慧家庭系统我们都有 我们公司从暗场规划 备料 施工安装跟后续的保护物 都有专人专职在服务 有别于房间的一人公司 在我的认知里面 有车有人才会有服务 现在除了基本的防水功能外 也能做到人脸电视 而且无论是画面放大 缩小或夜间拍摄都十分清晰 让住商安全更加智慧有保障 台湾民众目前是非常需要 所谓的监控系统的部分 因为它可以保障你 不管是居家 店面或是公司 周遭的安全性 附近的资安很差 所以才从电视机来做一个访问 因为这个发表很清晰 最初罗经理和他的伙伴们做的是保全公司的协力厂商 有时看到不足的地方 碍于身份问题 没有办法进一步帮客户解决 想改变现状的念头 长时间下来 在他们心底开始悄悄的萌芽 我们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帮客户 来从头从暗藏规划 到施工到后续保障屋 我们可以自己来做 但是我们个人的意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就找几个伙伴 一起成立我们这些核顺数位科技 从公司行号 店面 居家 都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他们坚持派人员到客户端 任何规划都会让客户 明白的一清二楚 我们一般到现场去做规划 一直到我们到估价单 送给客户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跟客户收费 我们算是服务性质 让客户充分了解产品的特性 跟他所想达到的需求 是需要用到怎样的设备 基本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 会帮客户把问题解决 那如果说是我们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客户有问题 打电话键我们会有专员 然后会询问他有写意的问题 真的没办法的话 我们会尽快最短的时间内 太远过去帮他处理 为了将服务做到最好 他们的产品保固 从一年到三年都有 特别的是 除了特殊定制品之外 只要是现场维修 无法排除故障 他们都是直接更换新品 且不收费的 监视系统 最主要是我个人事件 我认为是说营业场首 不管是队内或者队外 你都可以去解读一些疑问 在这种专业的素养 我可以认同 因为他们都年轻人嘛 所以啦 我发觉到他们在服务的热忱度 我是觉得是不错 我们在各个领域 可以把工作分工 工程上面我们可以分得很细 就是这刚好是我们三个目前最大 又是跟外面其他厂商 有些稍微不一样的区分 我们一个人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当三个人 都是可以决策事情的时候 我们公司在运作上 会决策事情的上面 会比较快速一点 那再一点就是 其实大家在工作上的时候 某一个时段 其实都会遇到一个瓶颈 那我们三个人 也可以互相的支持对方 持续的迈着我们的 我们希望朝向的梦想前进